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行在社会处社区承办人员陪同下 先后到了渔池东光社区、竹山富州社区南投嘉河社区参访 受到社区民众热烈欢迎 来到嘉河社区,社区中的一群老小学生穿着制服跳舞 让大家体验社区营造的成果与活力 社会处处长林俊武非常感谢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的力临 政府资源有限,希望在基金会的人力与物力的支持下 让社区产业发展能够更加顺利 已经参访了东光社区、富州社区 今天最后一点是到我们南投市的嘉河社区 看到嘉河社区对我们老人的福利的照顾 对我们儿童的课后的照顾,可以说面面俱到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那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他们也投入了相当的资源 因为我们政府要推动这个社区的各项福利 各项业务,老实说资源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能够由李主任率团,他们对社区的产业 社区的各项的福利业务,他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南投社区营造一直以来以人为中心 以人的相处与互动为首要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看得是非常感动 林处长也指出,如果企业有能力挹注资源 相信南投社区的发展将是无可限量 看到我们,尤其看到我们佳河社区的 我们的老人的这个装扮 小学生来这个迎宾的舞蹈表演 他们非常的感动 其实要让八九十岁的我们的长辈 大概三四十位 这个装扮来做这么精彩的表演 是确实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的社区最主要的元素是人 人如果有这个热忱出来 当然我们政府的资源再投入 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企业 尤其是大型的企业的资源 能够再加上去的话 我想对我们整个社区的工作 这个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把老人,把小孩照顾好 才能让这个年轻力壮的出去怕病 所以让我们整个这个社区就变得非常的和谐 也非常的充满希望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李婉如竹乐表示 中国信托长期致力辅助产业发展 以及资源盘点再利用 这一次来到南投选择三个社照点参访 了解社区运作模式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帮助社区进行产业规划 协助行销 更希望在地学校能与社区结合 一同为社区未来打拼 协助产业发展 促进青年回流 活络在地经济发展